1991年4月1日,英国独立报报道,有一位65岁的威尔士农夫是英女王伊丽莎白二十祖父乔治武士的私生子。 换句话说,她拥有继承英国王位的权利,这一报道以女王的王位受到威胁为题,将这位农夫的身世形容得有板有眼。 还称这位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已经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重新夺回本应属于自己的王位继承权。 后来人们才恍然大悟,这是个愚人节玩笑。 1991年,英国独立报报道称,一个艺术小组在擦拭名画蒙娜丽莎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在将画上的蒙尘去掉之后,这位以神秘的微笑风靡世界的女子竟然皱着眉头。 1992年的愚人节,美国公众广播电台报道说,因水门事件而下台的前总统尼克松已经宣布付出,决出总统宝座。 节目中还播出了一段尼克松的演讲,宣布他的付出,并称从来没有做错过任何事。 节目播出后,观众反响强烈,纷纷打电话到电台抗议,主持人才道出事实真相。 其实尼克松的讲话只是喜剧演员的表演。 1993年,以严肃,理性著称于世的德国人也在愚人节开启了玩笑。 德国的一家地方报纸Sod Courier称,当地正准备引进一种新的电话系统,男人和女人将使用不同的电话,原因是女人占用电话的时间太长。 1996年,在当年还属于新兴媒体的互联网也很快加入了愚人节假新闻的制造者行列。 1996年4月1日,美国在线的用户登陆后看到的第一条新闻就是,有政府官员透露,在木星上已经发现了生物。 该报道称,美国政府已经掌握了木星存在生物的证据,但是将这一消息避而不发,美国在线老总和一位知名生物学家一起出面证实这一新闻的可靠性。 这条新闻上网之后,跟帖达到一千三百多张,人们纷纷打电话到政府有关部门查询相关信息。 首先要记住4月1日这天是愚人节,在这一天,凡事都先用脑子想一想,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在没有想好以前,暂且认为全是假的,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事情,等确认无误以后,再做出反应不迟。 同时,如果遇到紧张而又重要的事,根据自己判断,有时也要相信,同时要具备反击的能力,争取主动,不让别人牵着你的鼻子走。 最后祝大家愚人节快乐! 每年的愚人节都有快乐!